2021智慧陈市长开幕典礼今天上午登场 总统蔡英文跟陶渊市长郑文灿 还有新竹市长林志坚纷纷出席 而三人的微妙互动在政坛之间现在被高度检视 由外界所关心的是2022陶渊市长谁来接班 绿营内部现在传出说郑文灿成立私下探寻林志坚的遗愿 请各位热烈掌声欢迎蔡总统 出席展览开幕式 总统蔡英文同框各县市首长 场上互动也成交点 从蔡总统手中接下奖牌 团人市长郑文灿笑开怀 台下两个人更是肩并肩坐在一块 挺过不逃风波 郑文灿声量跟着掌 蔡英文更是多次力挺 看得出来有意提息 颇有接班2024的意味 只不过放眼2022 这卸下的桃园市长位置要由谁来接 是假设题 那我想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市长 把市政做好 那这是唯一的目标 老话一句还没想那么远 但绿营档内传出 郑文灿城私下探寻林志坚出站桃园的意愿 林志坚似乎也不排斥 我没有跟他洽谈这个问题 我们桃园市跟新竹市有很多的交流 因为桃图竹竹苗有一个地方治理的平台 两个城市的互动很密切 但是这个不需要密房 谢谢 谢谢大家 就怕话说太满之后出现变数 但可别忘了 还有他 我欢迎所有民进党的优秀人才都来到桃园 那至于选战还早嘛 根据了解绿营内部分成两派 除了清零派郑玉鹏郑银则直言 在地人选属郑玉鹏民调最高 加上蓝营发动各项公投案将在八月启动 其中大潭藻礁所在地就是桃园 若公投过关将影响候选人气势 这种种都成了布局桃园接班人的变动因子 尽管党内护身高 但2022转战桃园林志坚任期未满 难以说服基层选民 而不利于竹桃整体布局 绿营明星人选魔刀霍霍 2022卡位战俨然已经开打 接下来陈聪曹姨台北报道